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近來的士及Uber那件事 話說有的士司機自發放射行動 捉了Uber司機,有報警 不過警方至今未採取過行動 就連特首都呼籲私下放射,有機會誤到發網 最新網上輿論是有的士司機求疑 不斷被人投訴當中,就說冤有頭債有主 連累了很多無辜的士司機 整個熱話是怎樣?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的士對決這個白牌車 有的士司機新一日被舉報了多少次 另外要罰錢罰多少次? 貴購放過他,就說賺錢而已 報導機的流行提到,近日有不少市民及Uber司機 不滿放蛇潮,繼而反擊的士司機 維麗泊車,更加列出多個的士維麗泊車的黑點 勸喻市民善用網上舉報,方便警察抓維麗泊車 有疑似的士司機的市民在Facebook討論區 的士司機資訊網test當中發帖文 Uber司機已經在各大群組發帖文表示 夜晚逢見到有的士維麗泊車就報警投訴 日前5月20日已經有多區的的士司機叫款連天 被人叉牌罰錢 更有的士司機一日被舉報罰款三次 不少網友在各大群組將的士司機維麗的影片 和照片公之於眾,並成功在網上向警方舉報 相關話題亦上了連登討論區的熱門 其中有網友表示有的士有客都不做 不讓斑馬線的行人已經可以罰450元 和靠三分,更有機會被告不小心駕駛 而這個鐵文也吸引了不少網友留言支持舉報的的士司機 就說的士司機自發放射警 還是市民自發舉報更厲害呢? 也說做得好,繼續努力,合力改善的士服務 面對舉報維拍潮,不少的士司機叫款連天 更有的士司機投降 希望各大市民高台貴手、貴球市民放的士同業一馬 就說,今次向Uber下戰輸的主要是壓強 冤有頭債有主 大家可不可以高台貴手,不要搞到普通的士同業呢? 至於誰是壓強呢? 事主就沒有再解釋 部分網友對於的士投降並不買單 就說,你猜只是Uber嗎? 現在是全城針對的士 人家在搞全民舉報的士行動 很多駕駛者都會幫忙拍照 也說,太遲了,聽聞已經引發中路 晚上拍街過夜的就要小心點 也有人說,我都不明白你搞Uber有什麼意思 遲些阿爺的公司下來又滴滴打滴 說你們還敢不敢搞 也有網友只為了減少紛爭 建議政府可以考慮用800萬元回購的士牌照 然後再做團體車或者預約車 其實的士兆包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 日前在港台節目曾經回應過業界的放射打擊Uber的事件 表示雖然未了解,但不贊成相關行為 希望市民、車主、司機都要克制 應該交給執法部門去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有的士司機在網上求饒 貴球放過,就說賺食而已 的確鑽仔說的士司機有很多位 當中又好又壞 而鑽仔遇過的好人多些 另一雙今天都有相關的消息 原來捉Uber的發起人那位司機大哥也博有名氣 現在團隊有十多人都已經自費舉報18位司機 揚言會再放射,基本上未停過 不過這個行動就令到冤冤相報何時了 有些普通的士司機在網上求饒 就說近日不斷被人投訴 試過一天被人投訴罰了三次錢 整天白做之餘,還要有機會嘔吐 另一邊相帶的士舉報Uber的行動未停過 現在繼續在進行當中 據報發起人有機會是的士的資深會員 究竟接下來會怎樣算好呢 究竟是市民自發的舉報行動更厲害 還是這些的士司機自發的行動更厲害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也講講今天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土瓜環新亞中學實驗室疑似氣體洩漏》 初步有11個人不舒服 報導幾內文提到 今天5月22日下午約3點37分 《土瓜環龍普道6號新亞中學》發生懷疑氣體洩漏事故 據報有班級上化學課做實驗期間 多位學生疑似吸入煤氣過後感到不適 學校職員隨即報警 救援人員港底 初步發現約會有11個人不息 即場為各人治理 其中兩人被送往廣華醫院救治 消防和煤氣公司職員也到場調查 初步相信沒有煤氣洩漏 也相信沒有即時的危險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起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今天土瓜環曾經有疑似的氣體洩漏 初步有11個人不息 原來是中學內的實驗室 現在有兩個人送完救治 未知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個港女幫襯速剪即是剪頭髮很快的店舖 重複 過空長髮要求剪2寸 經變剪了多少寸 就哭訴留了年多的 一下子就剪了 報導的男人提到 香港人生活忙碌 有時連剪頭髮的時間都沒有 因此有人會選擇光顧 又便宜又快捷的速剪店 不過速剪店的髮型師質素參差 也不能預約到雙屬的髮型師 不幸運的話就會發生一些情況 同事主一樣 遇上亂禁剪頭髮的髮型師 話說近日有港女在連登討論區發帖文 分享到速剪店這個剪頭髮重複的經歷 事員 事主有一天 Time 5在坑口的南風廣場 一間的速剪髮型店剪頭髮 那個少女本來頭髮長置是約摸空部的位置 事主向中年男髮型師表示 希望將髮剪短兩寸就可以 事主本來以為只是要求剪短少少 不需要去哪裏 髮型師亦說沒問題 開始剪頭髮過後 事主脫下眼鏡看不清楚剪頭髮的過程 結果剪到最後 先發現頭髮已經被髮型師剪得過短 長度竟然短過肩頭 事主即時向髮型師表示 不是要剪短頭髮 但髮型師竟然冷笑回應 說頭髮還剛好窄到 不過會跌下來 最後事主被剪去超過六寸長的頭髮 大感中伏 在討論區之上 哭訴說 留了年紀多的頭髮 就這樣被她一下剪 奉勸女士不要貪便貪快 去光顧這些速剪店 直言一定會令你後悔 鐵文引來網友的熱烈回應 有人表示髮型師剪頭髮的技巧出問題 你的髮尾外彎 也說男生去速剪 剪短1cm 變成剪剪1cm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欲哭無雷 話說剪少少 結果剪到這麼誇張 整把長髮沒有了 原來去速剪店 當時即時向髮型師投訴 不過也沒辦法 都已經米以成趨 發言師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挺漂亮 結果事主上網呼籲各位女士 千萬不要貪快貪便宜 去這些速剪店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有沒有遇過類似的情況 還是個別事件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報道 黃大仙上穿私家車撞交通燈過後側 司機輕傷 報道記留民提到 今天5月22日清晨6時2 有一部私家車 原黃大仙道行駛 到黃大仙上穿啟善流隊開失控 撞交通燈過後側 橫躺路中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受到輕傷 無需送軟 以上來自HK01報道 最緊要人沒事 不知道是否未睡醒 撞交通燈再側 幸好人沒事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